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连队是基本组织单元,连长一天都忙些什么呢? 近日,我们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49团20连,记录了连长努尔·爱荷买提·阿卜都一天的工作和生活。 早晨9点,努尔连长便来到20连居民小区,组织工作人员为辖区居民发放燃气报警器, 只见他手拿报警器,为居民们详细讲解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,并解答居民提出的问题,之后到一户居民家安装燃气报警器。 忙完居民家中安装燃气报警器的事,努尔连长想起自己给连队合作社联系的工人是否上班, 说还是过去看看,了解一下情况。 在20连同发农民专业合作社,工人们正在忙碌着, 负责人王岳格向努尔连长介绍着合作社红枣的生产情况。 连队职工宁家提艾莎地理的农活忙完后,就在家里闲着, 努尔连长知道后,联系他到合作社开插车,增加收入。 了解完合作社的时候,一到午饭时间,努尔连长到联部办公室, 一边安排下午的工作,一边和同事们吃午饭。 午饭过后,他告诉记者去地里看看回收地膜的情况。 大约40分钟的车程,我们跟随努尔连长来到连队一处农田, 看见地膜回收机器正在田间忙碌着。 努尔连长告诉我们,现在地膜回收有了机械化的工具,效率非常高。 地膜回收工作看完后,连长努尔来到连队东小麦地, 和新来的技术员一起查看小麦生长情况。 他一边介绍连队情况,一边叮嘱技术员种地不能马虎, 多查看,及时反馈,才能保证小麦的封产。 看完东小麦,努尔连长赶回连队参加防疫核酸检测工作。 努尔连长告诉我们,现在疫情防控工作非常重要, 不能因为忙了一天就不来现场。 眼看太阳就快下山,努尔连长想起连队居民热衣汉姑阿卜都热衣木前些日子, 因为孩子不肯上学的事向他求助,他要去超市买点东西, 去问问孩子现在的学习情况。 让努尔连长生气的是,孩子们不珍惜现在的条件, 只有学好知识,长大才能成为对社会有用之人。 从热衣汉姑阿卜都热衣木家出来,天已经黑了, 二十一时,努尔连长回到了自己家。 这就是基层连长的一天。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,有很多像努尔连长一样, 在基层为连队事务操心的连长们。 他们事无巨细,为春波秋收而忙碌, 期间不仅要查看地情, 还要了解连队每一户每位居民的情况, 为民众排忧解难,助力增收致富, 把连队打理得井井有条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